习近平曾为一世怒拍桌子现场官员吓破胆,早年湖南省衡阳市发声会选案党媒曾刊文提到习近平曾对此案拍桌子发火,连发六个到哪儿,去了令当时涉案官员几乎吓破了胆广告,党媒在领导人拍案时刻一文曾提到衡阳破坏选举案,曾令习近平拍桌子发火并连发六问衡阳会选案, 于2013年12月29日立案调查时官方通告,涉案金额达1.1亿元,涉及56名省人大代表,518名市人大代表,68名代表大会工作人员 媒体趁这是1949年以来涉案金额最大,涉及党政官员和人大代表最多的一起选举弊案 据衡阳一位官场人士回忆,2013年1月2日及湖南省人大代表选举当天,他在衡阳一家茶楼,饮茶林做一位老板模样的人在大声打电话,谁谁谁给4000谁谁谁给5000,当时习近平对该案三次公开点名拍桌子,六连问关于这三次点名, 据陆媒报道,2014年中纪委三次全会上,2016年中纪委六次全会上,2016年两会期间,关于拍桌子领导人拍案时刻一文,提到习近平也有拍桌子发火的时候,衡阳破坏选举案,就腾令他拍桌子 关于六连问媒体报道,在2014年中纪委会议上,习近平连发六个到哪儿,去了一市委和市政府到,哪儿去了二当地的纪委三当地人大领导班子四领导干部到哪儿去了五,国法观念到哪儿去了六良知到哪儿去了等等 湖南官方政务信息显示,2012年4月18日上午湖南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学习班在长沙开班,时任省委书记的周强在学习班上,强调依法组织投票选举,确保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圆满成功,迎接十八大胜利召开,但是在协理十八大上台 后不久,2013年1月起湖南上阳,衡阳两地连续曝出汇选丑闻,媒体调查报道曾指汇选,在湖南官场从来,就不是新闻,就以习近平三次点名,拍桌子,六连问的衡阳汇选案来说,是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只是时任湖南一把手周强到哪儿去了 周强于2006年出任湖南省代省长,2007年2月起正式任省长,2010年4月周强接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同年9月兼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13年3月起任最高法院院长 周强在湖南任职期间发生了多件引起争议和轰动的大事件,包括李旺阳离极死亡案,被逼蔓淫又女母亲唐慧,喊冤被劳叫的唐慧案,湘西非法集资系列案,及主犯曾成杰被枪决案等中共十八大前,周强曾是进入政治局的热门人选,但最终落选有说法,趁周强未能在十八大进入,政治局与令计划。 周永康有关此外周强在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和最高法院院长期间,都曾因参与污蔑和迫害法轮功,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